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暴脾气 你们还海边呢 但是大部分山东人过去的 我有一个理论 为什么东北人体格健壮 从闯关东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自然淘汰掉一批人 就体格好的 脾气大的 闯过去了 留在那片土地上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需要这些什么搞生物的 什么去验证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推论是成立的 脾气也大 我跟你说回去你就坐出租车 你就听他们有对讲电台 不带脏字是不说话的 就是骂骂咧咧咧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原型 我有一次去山东 有一个演出 然后他们就从酒店送我到剧场 你说山东司机极脾气 一路上还跟我说 但是他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他说你知道全国闯红灯第一的是谁 山东 闯红灯这个数量第一 山东他就一路闯着红灯 多哥你放心 我给你赶时间 横一下子你知道呢 他开到那个剧场的广场上 最后他把车停在了那个台阶上 坑加骑上去了 我说这山我也山东人 我们家是张秋的 不是咱们今天讲大脸啊 还不是讲男的 讲这个有个女大学生 这几天呢 这个女大学生呢 我觉得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因为呢就说是怎么回事了 在一个餐厅吃饭 有一个孩子 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孩子打闹 可能尖叫了一声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 这女大学生突然间就发作了 据说他妈一开始说呀 是踹他孩子 其实看来应该是踹了那个椅子 但这个椅子也很不应该啊 对你不应该去去袭击孩子嘛 所以他妈妈把这个视频放上网以后啊 我的天 这个这个女大学生 我就听见她哭了 就说我知道我也反思了 我也不对 不应该冲着孩子 但我确实没有打孩子 我踹的是椅子 结果呢 另外的人又把这个东西放出来 就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 这个孩子的妈妈看来也是非常凶悍 还跟服务员打起来了 您您您您听说这事了 我听说了 您您关心这种这种接地气的事吗 这个我要是看一看 这个当八卦似的看一看吧 所以呢 我可以先给大家看看 咱们就说今天的人呢 我觉得全中国的人民都着急 着急表态 对吧 就是不像你们科学家先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好像大家都很着急表态 很着急骂人 而且呢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 你知道我现在看中国很多新闻呢 特别有意思 按说这种就是社会新闻 一些街头的纠纷 对吧 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波音艺术啊 这个波音的腔调 有时候让我产生 你比如我在香港和台湾 我觉得呢 他那个内容和形式啊 似乎我听着是顺流的 比如说像这种街头八卦 你像台湾的那种解说 就是哇 他出上来了 他是那么一种气氛 但是你知道吗 咱们国家有的时候 我看新闻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还是这种 像那个和尚式的那种配音 一本正经的 很严峻的这个声音 道德法庭上审判 就是很沉郁的这种男中音 但是他讲的内容呢 是非常 很琐碎的 这个时候 这位女大学生 他站起身来 走向那边 踹了一脚 这是非常沉重的语气 但说的是一个这样的 咱们可以看一段 记者找到事发的这家饭店 达到了这起事件的完整版视频 之后可以看到双方撕打在一起 几名服务员上前将宋女士拉开 但宋女士仍然很激动 甚至对服务员动了手 并不断拿杯子的物品 扔向那名女大学生 一名服务员将宋女士拦在旁边 那名女大学生在同伴的陪同下 往店外走 离开前拿起了一个物品 扔向宋女士的同伴和两个孩子 看到这一幕 宋女士再次追了出去 这时本来拦着宋女士的服务员也急了 动手打了宋女士 之后民警赶到 将相关人员带走 记者通过电话辗转联系上 事件中的那名大学生 咱们本着看上的不怕事大的精神 看了一下 吴老师 你说你这么斯文的人 你知道中国社会经常的街头的纠纷 你要经常出去溜弯 你常见 是有的 比如像你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你一辈子都不会碰见这种情况 有时是会碰的 在哪世界各地什么地方都能碰到这种人 你这可是秀才欲照兵 不一定了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采用很激烈的形式去做处理这些事 但是你比如想要回你的权力 你还是可以去做的 有些更好的一些手段 你还甭说 你要是那你这更好的手段 如果碰到上次美联航的那个 你也给人讲道理 最后给人就把鼻子打出血了 没有 讲道理 我经常讲的 最后有没有被拖出去过 没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也管钱事了 比如在故宫里头 好多地方的写的 不让人用闪光灯照相 一堆人在那用 然后那次是我记得 我一个个让他们都不要照 不怕惹事的 然后我还把服务员叫来给训了一顿 我说你得管 他说管他干什么 后来我说你把你的金你叫来 我来跟他说 对 所以这个事我有时是管闲事的 他真是忍者无畏 你知道像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挺能理解的 就是说现在街上很多暴脾气 我就过去说是谁 是正板桥 还是说谁 有过那么一个诗 你想人家这个就是说夜兰卧听潇潇雨 一世民间疾苦声 就是晚上听见下雨 都怀疑是老百姓的疾苦声 我做不到了 但是我有时候可以感同身受 你比如说 我现在经常意识到 就是说咱们为什么要接地气 我现在经常意识到我跟很多人的生活的状态是不同的 比如我讲一很简单的例子 我整天去的地方大多数都是有空调的 对吧 虽然我经常投诉凤凰就冷气不足 对吧 但是你比如今天我打个车 一上车 这个迪尔斯基开这个窗户 你知道吗 热的我还穿成这样 我说你能不能开冷气 空调坏了 是吧 你说这 我当时我就想发火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我在这个时候 我一想 我想多少人民 他们每天在这样的温度下 我觉得他们脾气比我爆 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 就是如果你把我扔到这种地方去 对 当然我是举个例子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可能啊 民间很多这种纠纷 咱们有时候觉得 咱们以为是读书人 觉得哎 他们你看他脾气这么不能自控 可是后来我想 会不会把咱们扔到他们某个具体的处境当中 你都很难hold得住你自己 你说是吗 大恋人 对吧 我看这个视频 我就觉得 哎 我就试想我要自己是那个母亲啊 我也觉得我也肯定会愤怒 但是 但是我当然 没有彪悍到去跟人动手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 你去 如果别人对你孩子这种暴力的这种举动 不管你打没打到 你肯定会生气的 你肯定会去跟 跟别人去去 不管是语言上的 还是像这个妈妈是那种了 我肯定做不到 但是肯定会去跟他去去对抗 我觉得这是肯定做的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舆论也是 今天是一个版本 明天又反转 后天再反转 不管怎么样 你对一个孩子有这种暴力的这种意向 我觉得就是不对的 这有什么可 可去讨论的呢 当然我也能理解大家心情 现在每每一个人都是一堆事 但是你再怎么还是有底线的吧 你不能对一个孩子要这样的举动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当然这是大是大非 对啊 这个问题 把这个攻击的方向指向孩子 这个是绝对适合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确实是在公共场所 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 这我也是一个妈妈了 其实我也挺头疼的 我有时候 就是我如果没带孩子出去的话 我就能理解大学生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也会挺烦的 比如说你跟朋友在一个地方谈事情 旁边就来一个孩子 一会儿在这扒着你的那个 看你吃什么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呢 有的时候要看家长态度 就是你怎么来教育孩子 在公共场所要有公共规范 有的时候我觉得注意到是什么 有的时候父母是不表态的 他就觉得我孩子多可爱啊 你这个都是可以容忍的 但实际上你在公共场所 孩子听不听你的是一回事 但你必须你要有一个态度 我觉得很多人介意的是 你父母没有这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啊 这是我理解 我觉得就是说 你比如说人扒在你这肩上 那孩子过来 应该是找他的父母去说这件事 让他把孩子看好 就不要直接针对孩子来去做什么行动 像这个旅大学生 他可以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做法 他让他的这个叫什么 父母妈妈 把这孩子看好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您这个当然是拎得清了 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我确实觉得就当父母很麻烦 在孩子的某一个年龄 你比如说坐飞机 你记得吗 全程三个小时 这个孩子一直在 妈妈你说有态度 是大家有态度 但是你们都是为人父母 你们碰见过这种 没法不在公众场合 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情况 这该怎么办 你怎么弄住他呢 那你自己孩子 你也不能掐着脖子 他就是不能遏止 你怎么办呢 我是还真是最近遇到一个这个事情 我也在想 就是我们飞机上就是一个 从美国回来这个长途飞机 大家正陷入沉睡 就一个孩子不停的 沉睡当中 一个孩子不停的在哭 那刚开始 你想特别是做了父母的 都会觉得能容忍 这个孩子难免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 不能理解 或不能接受的是 这个母亲一直不表态 母亲就一直不表态 然后顶多 可能也是个人性格吧 因为母亲是个很温柔的 你说可以了 那行了 可能那个好像是说 爸爸留在美国 这个妈妈是带着孩子 你哭也找不到爸爸 就很温柔很温柔 但是对孩子无视 就是于事无补 然后呢 就孩子不停在哭 我觉得要是我 可能给孩子暴力这个座位 我到一个公共的 就是就是比如说 走走廊啊 或者过道 哎你去哄他 不管哄的哄的好 哄不好 那至少让周围人看 你这是一个妈妈的 一个态度 至少要让全机成 全机成客看到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 对 妈妈完全不 我就觉得不作为 好像觉得 大家都应该接受这个 后来那个 很多人都受不了了 就过去说 就有点都开始发火了 你为什么不管他 你刚才说 你哭大发也见不着的 就开始发火了 这是我就觉得很不好 就这样 这时候我觉得 应该要我的话 我可能会 首先跟空乘讲 让空乘出面去 去跟他说 这样的 然后呢 我有一个朋友 那天讲一个事 就是 他那孩子很小的时候 虽然很小 他很有钱呢 但他从来不买 商务舱的飞机票 就带着孩子在后面走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一哭 毕竟那个 经济舱稍微乱一点 就比较吵一点 也没有那么隐怒 是吧 对 商务舱很安静 因为那个 所以他 那时候自己坐飞机的 他从来是坐商务舱 但是 每次带着 当时一对还是双胞胎 那个两个孩子 从来不买商务舱的票 就这样 经过了大概两三年 这孩子能够比较 管得住自己的时候 他后来才去坐商务舱 您看 您这个就反映了仓位歧视 不是仓位歧视 商务舱 他就能安静点 所以说 为什么一接地气 就乌银胀气 都在普通仓谷 是吧 也不完全了 就是说 我觉得他 能够这么做一个考虑 还是不错的 是是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只能安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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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军老师有经验 带出的孩子 女儿也是这么有出息的 但是他们有过 判你 你完全绝望 无法对待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吗 当然有了 我觉得12到18岁 孩子都是这样子 普遍的 青春期的历反 这是没办法的 还有的人 有一种说法是 8、9、10岁 狗都嫌 7、8岁 7、8岁 7、8岁还不至于 7、8岁还比较可爱 真不是 有的时候 孩子在一个阶段上 你就感觉 他就是说 完全不给父母面子 说什么都是不对 你跟他道歉 不道歉 这故意的 就不理 就在家里还好吧 问题是让父母出去丢人 我已经见过好多 你说那种怎么办 就有的时候弄的 比如说 我们跟别人的父母孩子 同车 你见的他是朋友的小孩 你跟他说 你在看什么书 给叔叔看看 行不行 不给你看 然后你昨天玩什么了 不告诉你 你说吧 那个父母就完全没有办法 你碰到这个情况 我可以说 我正在经历这种情况 这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我也准备去上学讨教 比如说 孩子他喜欢开窗 他就不喜欢空调 他就特别喜欢开窗 我觉得说老实话 在国内还行 因为速度都比较慢 也没有上高速 你开就开 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平时 可能比较放纵有关系 可是到了美国 不接安全带 就是在高速开窗 就显得特别的特别的 危险 对不光是你不方便 对噪音很大 但是他就要开窗 一上那个朋友的车 他就要把那个 把那个车窗给咬下来 然后我就先是还在温柔点 提醒一下 暗示一下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又开了 然后朋友说 那个孩子声音太大了 他过了一会儿 只要一红绿灯 他又给按下去 然后我声音就提高了 我说就开始拿眼睛 就来暗示 他就瞪他了 然后他就说 你看我妈妈 那个要你们不在 他就该扭我了 就给我掐了 就让我很尴尬 但有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有时候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来去处理 那个很尴尬很尴尬的 最后怎么办 只能是这个城管的手段 最后就是两个人一起说 两个人一起 拿眼镜直暗示他 然后语气更加提了一级 那这还是 对 我老师方法多 你有什么科学方法 一般如果我的孩子的话 我会跟 几个了 首先 第一个了 我要是父母的话 我跟他 假设搭乘别人的汽车 我会跟他讲说 我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坏习惯 可能坐车的时候 他可能不小心会把你的车的窗户摇下来 然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我们停到路边上 我会跟他说 然后把这个弄好了再走 我先给对方可能要打个招呼 这是第一个 事先告知 我觉得这个都不错 这下就先到谁家 然后就会 这是第一个 我们家这位 可是不好惹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会跟孩子讲说 坐这个车呢 这个叔叔的车呢 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那个 在这个地方呢 开车这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速度比我们原来要快很多 所以呢 就这么长时间 哎 那个 你就忍一忍 那个不要去开窗户啊 哎 那我可能是这样一个方式 你比如说还有的就是让让大人特别没面子的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那个手欠呢 到了人家别人朋友的家里弄的书架上 人家摆着艺术品或摆什么 你他就拦不住啊 他就要拿呀 琵琶 你一看这那个唐三彩就摇摇欲坠 哎 你那个时候不出动城管的手段 你怎么能够制止住他 他不停的 你怎么办 我给你再讲一个 那个 我一个朋友 他们因为在美国经常大家会办party呢 有还不是说不是熊孩子 不是说十几岁厉凡 就是五六岁 可能他不小心会碰到一些一些东西 那么他们会有时候在写邮件的时候 会说好了说 我们家呢 有些台阶 他说的比较委婉 这个主人说 我们家有些台阶 你们每个人呢 平时呢 就是他孩子走动的时候 意思是大人跟随着这个孩子 审得这个孩子弹倒 对呀 那他实际上有些时候孩子不小心 管一下 管一下 因为他那个就是危险随处不在的 因为他就是说什么呢 比如有些那波斯地毯很贵的 一杯可乐就撒上去了 就完蛋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父母是知道了 比如有个四五岁孩子 那拿个东西 那端着这么一杯可乐 那个父母也是在旁边颤颤巍巍的 就生怕他这个这个撒掉 所以互相一开始有些时候丑话说钱 我觉得比较好 对 你得事先说好了 这是一个恐怖分子 对吧 全身戒备 然后我以前也说到一个观点 我就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独生子啊 形成一些习惯 他确实是跟这个跟这个大病有关系 因为你比如说孩子他没有同伴 对 那我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你又不能给他扔家里 扔家里他你又不放心 他又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你又必须带着他 但带着他呢 他跟大人之间的那个 他不感兴趣我们的话题 对 但他一会儿就跟你说 哎你给我念会书吧 你给我读读这个吧 或者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就烦 烦怎么办 你就那好吧 今天就给你拿个iPad 你就安安静静的都是让步 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发现 就不光是我们家是这样的 很多朋友出来都是这样 好你安静一会儿吧 你刚才拿了菜看 就孩子看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哎 但是我早就发现了iPad这个东西 我就换来我的安静 这个他们的毒品 你还不管怎么弄 你给了 就马上 所以我要现在带孩子出去 他都跟我谈 你让我搭iPad 我说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 你看就是到国外 他们有的时候有兄弟姐妹 他不就不纠缠父母 他们自己玩 他自己找话题 自己一起看书 自己交流 像我觉得真是 这是独生子女一个问题 然后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 还参加了也是 比如说咱们中国的 很多朋友的一些聚会 然后我在那里面看到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媒体的 一个我很尊重的一个前辈 我发现他儿子 儿子大了 大概是16岁吧 我儿子很不让人 我很欣慰的发现 也是共性 那个孩子基本上面无表情 谁跟他说什么 那就是遇到了一块墙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表情 然后爸爸是一脸谄媚的 叔叔问你这个问题了 然后那个儿子就是拿手机 然后就吃完了 拿手机 就是把这个通道就关掉了 然后我就很欣慰 我就觉得原来大家 我也是欣慰的很多 吴老师你说这都算正常 我觉得正常 一般是这样的 我经验就是说让孩子们 他们自己互相玩 这是一个 一般主人家的孩子 有义务带着 尤其如果这个主人家孩子 说是比如他16岁 带着一群13、14岁 那就比较容易了 直接就投了 带着大家到哪儿去玩 而且有些时候像这种party 要专门的想好了 就是作为旅主人 要专门想好了 可能孩子们应该玩什么 要给他事先准备好了 设置一些衣服 因为有些人还有游戏屋 比如说打了一个football 比如说我会准备一些家里 你就去玩这个 或者事先准备好两盘新的电影 你们去看 大概这个是家里要想到的 这是作为主人家 这是一个 但是如果另外情况就比较糟糕了 就是说这家的孩子八岁 来的客人的孩子都12岁 这事就没办法了 这时候有时候 常常就是说办party 妈妈们就比较辛苦了 要把这些孩子们凑不凑不来去做些事情 我跟你说 我见过好几回朋友聚会 妈妈我真是很崇拜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 就是说她就处理很多尴尬呀 我都在旁边看 我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有 比如说有时候几家人 其中有两家 一家带个儿子 一家带个小女儿 这儿子跟小女儿玩 这大人们在这聊天 聊得挺好 就这俩小孩抢玩具 抢抢抢 这小男孩 我都觉得 哎呦 这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 你说这个就很尴尬 就是 我小时候就经常住大院 就经常两个父母 就是两家就打起来了 就是因为孩子 什么 你们家孩子打我了 我们家还打你 我现在一想起 我小时候就住大杂院的 这是一个场景 然后我就想这个妈妈 还真是不太好处理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 我的孩子 他不算特别淘气的 但是也会 男孩成长 总会有纠纷的 那天一回来说 我一看他脸上也挂了菜了 我说你怎么了 呃 被谁谁挠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 后来他又说 别人告状 说他把人鼻子打出血了 然后我说你给他道歉 不行他先打我的 然后就是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说 不管别人打你怎么样 就你也动手了 你一定要向别人道歉 就是就是这样要 所以你看后来我就理解了 这个女人为什么说 闺蜜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我就发现 他们当了当了妈妈之后 他们为了孩子 很多时候也是一会好 一会不好 那这真的 你也现在所以说 就说 我亲眼见着一回 就是说几个几个妈妈 在一块玩 他们按说是闺蜜好朋友 但是有些情节太严重了 突然这个妈妈看见有个孩子 两个小男孩打起来 当时这小男孩正咬在这儿 咬出牙印来了 哎呦我就见这妈妈 横一下像母狮子一样过去 薅着那孩子脖领子 扔出至少一米开外去 然后俩妈妈 按说刚才还好得不得了呢 说你们这孩子怎么咬人呢 你们这孩子 我觉得这女人真是 我担当不了辞任 这跟她怎么办 她很复杂的关系 这是很复杂 而且在中国 因为没有一个伤害赔偿 在国外比较好办一点 就是咬了以后伤害赔偿 咱们本来是好朋友 你的孩子咬了我的孩子 有些时候也不是 你掏钱 你的保险公司可能要掏钱了 所以不容易 那个孩子真不容易 而且是这样子 在国外我还遇到 不是小孩 老人这也是跟你说的情况 完全类似一个情况 就是说 比如张三 请李四这一家人 那都挺好的 有老人去自己家去玩去 周末开party 然后他们家后面有一条小河沟 老人走着走着 不小心自己 没人去管他 老人走到小河沟 掉进去淹死了 然后李四这个客人家 就开始告主人家 把这个官司打得一塌糊涂 哎呦 你说要是中国人会这样吗 现在也经常有 比如说什么公游一起吃饭 然后喝多了 然后回家路上有的时候 最倒在路上第二天发现死了 那就去告那个 有的是我看有一个案子是 等于是朋友之间 我搭你走到那个小巷子口了 说我马上到家了 那就给那人放下了 结果那第二天死了 那个家属就告这个朋友 就你没有尽到责任 现在也有这样的事 所以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搞的太亲密了 不定出什么事呢 但是我觉得吴老师好像永远感觉云淡风轻 是吧 你两个人 该说理说理 也没有了 因为有些时候你朝夕没有用 我就是说 慢三排 很多事儿 包括我跟我太太讲 什么事儿慢三排 慢三排 是缓则员 对 对 但是他咬别人家孩子 这是 哈哈 哈哈